鼠蛇人这个咒语虽然很短,但人生病时,一念就能驱除病苦,消灾严寿,人生在世,皆免不了病痛,磨难,身体衰弱之时,游见人生无常。 鼠蛇之人,心思细腻,敏锐,常因生活的压力或情绪而致身体出现种种病痛,或因素是因缘所累而遭逢病苦的煎熬。 病痛本乃人是常识,但若鼠蛇人能学会修持一个短小却极为殊胜的咒语,便能在病痛时获得缓解,甚至使内心得到安宁,驱除病苦。 此咒虽简短,却具消灾严寿之力,若鼠蛇人诚心修持,便能在病痛中获得力量,从而让身体恢复健康,减轻病痛之苦。 佛家认为,身体的病痛不仅是身体器官的损伤,还往往与内心的焦虑,优于相连接。 鼠蛇人因天性机敏,内心一生忧虑,情绪积累,则一生病苦。 若不懂得调适内心,便会使病情加重,乃至带来精神上的困扰。 因此,佛法中的咒语,不仅能缓解肉体之痛,更能安抚心灵,使人在病痛之中也能获得内心的平和。 佛家有一短咒,名为药师咒。 此咒虽仅数字,却包含无量慈悲,能化解病痛,消除心中疑虑,是鼠蛇人缓解病苦,增以身心的法宝。 药师咒为,难无药师流离光如来。 其含义深奥,药师佛乃佛门药师,一乘流离光如来,以慈悲的光明变照世间,能疗愈众生的病痛与心灵的创伤。 鼠蛇人若能于日常持诵此咒,便能感受到一股温暖的力量。 尤其是在生病虚弱之时,鼠蛇人若能专注一心念诵药师咒,则咒语之力会穿透身心,使病痛得以减轻,心境随之平和。 这是药师佛的大慈悲之力,能为众生带来安康,鼠蛇人若真心成念,便会体会到这份福报的珍贵。 修持药师咒并不需要复杂的仪式,鼠蛇人可以在任何时候,任何地方持诵,尤其是夜晚或清晨,正式念诵的好时机。 清晨之际,天地清明,鼠蛇人若能在此时持咒,便可增强身体的气场,为一天带来活力。 夜晚时,鼠蛇人若能在安静中诵念,能将一日的焦虑抛开,渐入宁静,安然入眠。 念诵时,专注内心,轻声持诵,每一次皆寒清净之意,每一念皆应发自内心,以感恩的心来接受要施佛的加持。 鼠蛇人若能日日坚持,便能在身体,精神上获得双重的康复力量,长此以往,便能消灾严寿,减少病苦之侵嚷。 要施咒虽短,但念诵中关键在于专注。 鼠蛇人念诵此咒时,切记分心,若念诵时内心杂念丛生,则咒语之力难以显现。 鼠蛇人可以在诵咒之前,先调云呼吸,心静安稳后,再缓缓开始念诵。 每一生难无药师流离光如来,皆因清晰明了,若有条件,鼠蛇人可以在心中观想一轮明亮的光辉,向如清晨出阳,温暖而柔和。 这光正是要施佛的无量光明,逐渐覆盖全身,将身心的病苦逐一净化。 鼠蛇人若遇到病痛加重的情形,亦可在病床之上默念要施咒,或请亲友带为念诵。 要施佛的慈悲之光穿透一切痛苦,若鼠蛇人心怀至诚,便会得到要施佛的加持。 尤其是病情较重之时,鼠蛇人若能反复念诵,将自身的念头完全融入要施佛的光辉中,便会感到病痛逐渐减轻,甚至内心涌现出一种安慰与力量。 这正是要施咒的妙用,使人于病痛中亦能找到解脱与安宁。 要施咒不仅对身体病痛有效,更能使人心境安稳,减少内心的烦恼。 鼠蛇人若常被忧虑缠身,夜不能寐,便可每日持送药施咒,渐渐将心中焦虑净化。 并从心生,许多病痛本因内心的烦恼而起,鼠蛇人若能通过药施咒将内心的执着与不安化解,则身心皆会得到疗愈。 尤其是那些因工作、家庭等压力而带来长期不适的鼠蛇人,若能持咒,便会发现内心逐渐清静,身体也会逐渐恢复活力。 这便是要施咒的妙用,不仅为身体带来健康,更为心灵带来清静。 鼠蛇人若感到自身福报不足,不妨每日持药施咒,发愿将所得福报回向一切众生。 佛法中常讲,不施是增福之法,鼠蛇人若在持咒时怀慈悲持心,愿将此功德施予他人,那么自身的福德便会愈加深厚。 若鼠蛇人能每日送药施咒,时常发愿愿我身心安康,愿众生远离病苦,这样便会得到无量的福报加持,福德积累深厚,未来即使遇到病痛也能迅速化解,健康延年。 持咒的力量并非一日之功,鼠蛇人若能每日坚持,以虔诚之心持之以恒,便会感受到身体和内心的安宁逐渐增强。 药施咒虽短,却包含无穷的力量,是鼠蛇人祈求平安健康的重要法门。 若鼠蛇人能将此咒作为日常修行之法,则病痛会因福德积累而减少,内心也会逐渐变得清净无染。 愿鼠蛇人皆能虔诚念诵药施咒,身心无碍,孝哉严寿。 其实生肖运势的高低,是所有人都无法去操控的,唯有修行自身的智慧,是趋吉避凶的唯一法则。 在这里也分享一篇文章,希望各位有缘的朋友能静下心来,好好的读一读,也许能给你一些简单的领悟或心灵的沉淀。 相信这对你未来的运势会有很大的帮助。 有道是,你不惹是非,是非却找上门。 很多时候,你总想摆脱身边的是是非非,不希望受到它们的影响。 可是,是非却会缠上你,让你苦不堪言。 年轻人多惹一些是非,问题还不大。 至少,他们需要精力,更需要磨练。 缺少了是非的磨练,相信他们也不会成长。 但是,对于中年人来说,我们就不要招惹是非了,也不要做一些损害自己利益的傻事了。 至少,中年人输不起,也难以经受更多的折腾了。 试想,上有老要赡养,下有小要养活,中间还有夫妻俩要过日子,对于如此艰难的人生,我们还有招惹是非的必要吗? 做人,还是低调点,别惹是最好。 所谓是非只为多开口,烦恼基因强出头就是这个道理。 嘴巴多,那是非就会来到我们的身边。 做人强出头,那一切的烦恼都会不期而至。 所以说,人到中年,就不要招惹以下这些是非了,会害了你。 有关金钱的是非,会害了你。 在职场中,有这么一句话,赚钱的时候,不要说太多。 穷的时候,也不要说太多。 你赚钱了,如果你总是喜欢说太多,相信别人会嫉妒你,甚至还会阻碍你,影响你去赚钱。 反之,在人贫穷落魄的时候,也不要说太多。 要知道,人穷被人欺,这是铁一般的事实。 金钱这种东西,就像是天使与恶魔的结合体,既会让你颇有自信,也会让你惹来灾祸,使你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况当中。 如何才能安稳赚钱,如何才能明哲保身呢? 那就是要低调赚钱,低调做人,凡事不要声张。 也就是说,当一个喜怒不形于色的人,会让你更有收获。 别人看到你如此低调,自然就会无视你。 反之,别人看到你如此高调,自然就会算计你。 这一来一往,吃亏的终究是你自己。 所以说,远离金钱的是非,这是做人的根本准则。 有关职场站队的是非,会害了你。 职场中,有一件事是不可避免的,那就是选择站队。 也就是说,你选择了哪个圈子,就很有可能面临怎样的结果。 曾见过一些江湖小白,一去到职场,就慌张站队,连自己的定位是什么都不知道。 如此,他们的结果就只能是被人针对排挤罢了。 对于中年人来说,千万不能做出随意站队的行为,以免得罪了别人,落得吃力不讨好的下场。 打太极,甚至适当踢皮球,才是混职场最好的做法。 就跟西游记的沙僧一样,明知道自己没有背景,也没有实力, 就只能跟各方打太极,最后被众多人所接纳。 谈到打太极,相信很多人都特别厌恶这样的做人方式。 只不过,你不打太极,别人还在打太极,最后吃亏的,只能是过分死板的自己。 在江湖中打拼,选择自保,选择明哲保身,那才是一个人该有的选择。 而其余的一切,该怎样就怎样,事不关己高高挂起。 有关他人仇怨的是非,会害了你。 在你看来,到底是老好人容易受到伤害,还是如同仇人的双方容易受到伤害呢? 毫无疑问,在这个世道当中,老好人往往没有什么好的结果, 只能被是非缠上,最后落得不幸的下场。 有这么一个案例,老陈当了多年的老好人,何事老, 所以他觉得自己的善良,能够换来别人的和谐相处,那是大功一件, 也是和同事搞好关系的有效做法。 其实,像这样的想法,终究还是至难了一点。 要知道,盲目和他人扯上关系,盲目调解别人的是非, 那最后倒霉的并非是别人,而是老好人自己。 夹在中间的那个人,最容易受到来自敌对双方的仇视。 或许,这就是所谓的柿子专挑软的捏的真相。 人到中年,要领悟个人自扫门浅血, 休管他人瓦上双的做人原则, 千万不能随意动善心,也不要随意动善念。 有关亲戚的是非,会害了你。 谈到是非,我们就不得不谈到这么一类人群,亲戚。 像亲戚这类人群,看似跟我们有着不错的关系。 可实际上,他们和我们的感情终究还是淡漠了一点, 比陌生人还要不如。 就拿借钱这件事来说, 你觉得你把钱借给了你的亲戚, 你的亲戚就会准时还钱给你吗? 一句话就能概括,幻想是美好的, 而现实则是残酷的。 你把钱借给了别人, 而别人却想拿捏你,还拖着不还钱。 因为别人知道,你不敢轻易为了金钱而跟亲戚撕破脸皮。 观念传统的人,一般都有能忍则忍的想法。 到最后,哪怕他们被亲戚欺负了,也都毫无反抗之力。 做人,没必要活得如此卑微,也没有成为别人的提款机。 对于某些用心不良的亲戚,我们还是远离他们比较好。 至少,不跟他们产生矛盾,不跟他们扯上是非,那才是安稳的开始。 好了,如果你也喜欢这样的内容,请订阅生肖十二频道, 那么分享就到这里,天道酬勤, 要记得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, 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,福气满满,财气满满, 身体健康又逍遥,下期见。